欧债危机是不是会卷土从来 我们可以从政府的负债比来观察 好我们首先来看到呢 欧元区自2010年 欧债危机以来 整个欧元区公债债GDP的百分比 虽然呈现看起来是缓步上涨态势 但是一直都没有超过100% 也就是呢 他没有超过这条虚线 但是呢 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德国 他们在疫情爆发之前 德国政府债务在GDP水准时 却是稳定下降的 就算疫情爆发之后 政府大幅举在旧经济之下 整个占比才回到上升趋势 但整体而言 表现是优于欧元区的水准 也就是低于是这条白色的线 不过其他南欧国家状况 就没有如此乐观了 刚刚出现的包含像是 西班牙 意大利还有希腊这些国家 他们的占物占GDP的比率 都大幅高于欧债10的水准 当时意大利债务呢 这20多年来持续的增加 现在意大利的债务规模 已经达到他们GDP的1.5倍之多 那么希腊的债务 也就是蓝色这条线了 更是一度飙到了GDP的两倍以上 而这几个国家 这是当年欧债危机的风暴中心 欧元区成员国使用同样货币 经济及财政体质差异却很大 让欧洲央行政策调控难上加难 誓言维持欧元区一体性 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六月底表示 将推出针对性的购债计划 来帮助体质较弱的成员国 降低借贷成本 与此同时 欧洲央行也将要求 这些成员国必须遵守指导 改善国内财政状况 意味着欧盈针对性的购债计划 将带有附带条件 我觉得非常正确 美国总统筹 都会与美国总统签计划 在美国总统签计划 2012年以來最高水準 得達基10多年前出任歐洲央行總裁時 誓言不惜一切代價解決歐債危機 上任後他強力實施量化寬鬆 成功平息歐債危機 卻把歐元區免於分裂 沒想到十多年後的今天 歐債危機死灰復燃 風暴核心正是德拉吉執掌下的意大利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方數據 去年意大利政府債務佔GDP比率 達到大約150% 遠遠高出德法等國 同時也超出整體歐元區債務佔比水準 最近幾年意大利經濟成長力道疲弱 市場擔心在意大利公債遭到拋售 意大利銀行業手上持有的公債價值 跟著下滑之下 將導致意大利銀行借貸能力降低 進一步衝擊當地經濟 EUR area has a unique institutional setup This special institutional setting presents the risk of our monetary policy stands being unevenly transmitted across the union 經濟學人認為除非歐元區能進一步整合 擁有共同部門統合財政 否則各國體質落差很大 卻適用共同貨幣政策之下 各國之間的公債殖利率率差拉大 恐怕無法避免 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引發全球經濟動盪 各國央行大舉寬鬆救市 好不容易經濟擺脫衰退 卻又馬上爆發以希臘為首的歐債危機 影響擴及整個歐元區 如今危機再度一觸擊發 受到氣味的市場突嬰 已經在歐洲上空盤旋 近新聞陳韻婷 翁林奇報導 市場現在很擔心十多年前的歐債危機 可能捲土重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觀察到 意大利跟德國之間的公債殖利率的利差 有拉大的趨勢 這代表什麼呢 拉大趨勢就代表 市場正在大舉拋售意大利公債 我們先看到2020年以來 德國跟意大利公債殖利率的走勢變化 下方是德國公債 上方就是意大利公債 當時呢2020就是疫情爆發出奇了 意大利的公債是一度的攀升 也就來到這個位子了 跟德國公債之間的殖利率利差 一度拉升來到1.56個百分點 那麼之後 雙方的利差才慢慢慢慢的縮小 那麼去年呢 義大利跟德國公債的殖利率利差 都穩定維持在一個百分點之下 但是到了今年也就是2022了 您會發現 隨著歐元區通膨率持續飆升 歐洲央行決定提前加快緊縮的腳步 因此導過兩國的公債殖利率差 是再度的拉大 上個月一度拉高到了1.38個百分點 這是寫下了2020年 年初以來的最高水準 不過在歐盈召開緊急會議 強調確保歐元區團結之下 市場的信心暫時回穩了 所以呢 讓歐元區的公債殖利率回落 也再度拉近意大利跟德國 公債之間的殖利率利差 在歐盈召開緊急會議